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戴着狗狗帽子可爱上线,说卡卡跳舞不咋地,踢步不报仇了。 这就是街舞四预告,王一博看选手跳舞,秒变鼓掌机器,很棒,鼓掌。 王一博竟然说卡卡跳舞不咋地,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报复啊。 因为上次卡卡说了步步跳舞不咋地,这次卡卡上来跳舞,王一博也要说一下,跳得不咋地。 谁让你说步步呢,哼,哈哈。 王一博真的综艺感拉满,上次卡卡说完,他立马跟步步还告状了,卡卡被步步趴打了一巴掌,哈哈。 你来当编剧好了,这孩子打小就聪明,谁也不能说步步,哈哈。 王一博又被炸出表情包了,抬头文都出来了。 王一博拿的板子是火锅菜单,先选好下班的火锅菜单嘛,哈哈。 很多大神都是四票过,这个赛制对校位区的选手真的很不友好,四票就没机会挑战了。 就是有机会也是跳对方的音乐,这真的太难了。 预告里很多网季优秀选手都被淘汰了,乔治,韩宇,不知道会不会就会来。 这个节目就是喜欢搞事情,赛制各种奇葩,录制时间又阴间,每次都十几个小时熬大夜跳舞,这真的很伤身体的。 每季队长选手都都提意见,每季都不改,无力吐槽了。 队长们为了能多救回几个淘汰的队员,大家都拼了。 王一博开启满长跑大招,孩子胜富裕起来了,跳舞越来越野了,太凶咯,Respect。 这个狗狗帽子也太可爱了吧,狗仔仔可爱上线,嘴巴里还配合着音效,扑扑,怎么这么卡瓦耶啊,需要用兔子耳朵卡音乐也太难了,这谁猜得出来是什么音乐啊? 王一博在大华背后的表情,他戴了我的兔子耳朵,哈哈。 王一博乖乖坐着看选手跳舞,这件花衬衫很帅哦,一博各种花衬衫都好看,毛巾不够了,队长要battle拿毛巾。 王一博拿着礼物的手也不安分,果然是体育生的感觉,这孩子是有多动症吗?左右左,还挺有节奏的呢,这也要卡点吗?哈哈哈哈哈哈。 王一博拽拽的痞字王,随便坐着也是酷干,脚踩着滑板,玩着手机,玩得可带劲儿哦,姿势一定要帅,哈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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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